想做相亲类的工作 因为我被婚 相亲择偶这条道路上 从已经有很多年了 属于久病成医是吧 久病成医不敢当 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工作 会让我快乐 37岁了 然后一直结婚未遂 对 结婚未遂 然后内心的到底有什么苦恼 说我们听听 本来我有一个武士同堂的机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终身大事一直也没解决 所以就导致了好几代人 也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第一 这是一个遗憾你觉得 第二 还有什么痛苦 寂寞 就回到家 好寂寞 好寂寞 回到家你只能 没事干 就是这样 我是比较爱聊天的人 你回到家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可能对着墙说话 那你都做过什么努力呢 为什么就找不着呢 还是你要求太高了 老想匹配一个特别合适的 但是发现有很多条条框框之后吧 发现就可能就没有那个人存在 我也不介意给你这个机会征婚 你对全国人民观众说一下 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姑娘 按照中国传统来说 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相夫教子这些 我天哪 好高养 要会做饭吗 对 要会做家务吗 对 我这都不太会 要会理财吗 对 我就挣钱 一定要能生孩子对吧 最好有这个能力 不是 你要不然怎么同堂嘛 五代同堂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接过婚姓吗 最好别 最好别但是要是 就是说两情相悦的话 离异也行 有孩子行吗 考虑过 有男孩不行 瞧我把他难为的 最好就是差不多 学历有要求吗 学历比比课科以上 跟我差不多就行 年龄有要求 比你大行吗 大可能过得最佳生理年龄了 就是保养得好也行 就贺彤彤那样算保养得好 还是贾君那样算保养得好呢 老师们把我们都挺好的 行 还有一点啊 这个长相呢 赤眼就行 身高有要求吗 最好为了 如果为了下一代考虑 最好能稍高一点更好 比你高 比我高 他要能跟我能照得住 我也不介意 没房行吗 没房别嫌弃我的房就行 没车行吗 别说我有仨 不上班行吗 不上班 不上班 能把家里都料理好了 我使使劲也能考虑 外地的行吗 外地的 外地的也可以考虑 再再再 父母家里 父母身体不好的行吗 那不行 我得卖房救他 我跟你说 我这能力有限真的 我告诉你 我帮你找着了一个 37 30 行 我不符合 咋不符合 我是外地的 然后我父母 母亲身体也不好 然后我身高又不高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但你看着睡一样 也不做家务对吗 也不做家务 也不会做饭对吗 也不会做饭 时间全部都在工作上 但是 时间又上 但是过来这么多 那个都没事 那个都没事 没事是吧 不是 不是老师没事 是我想了一下 行不行我问你 他真单身 不是你先不说这个 别不好意思 真单身 不是 没在我考虑放A之内 我主持的非你莫属 分分钟都会发生精彩 对啊 太精通了 想结婚就要勇敢一些 我不是说就是他 我就是说他这样的 行不行 行 成了 你又想牵手吧 哈哈